Hello大家好,我是城堡設計的Covien 這次帶大家來長江村看看公屋單位 我們來看看店員裝修 首先進入大門下這個位置 右邊有一種鞋櫃吊地櫃 左邊就是主人房和小台間隔 我們主要是做主人房 首先是地台床 另外是全高衣櫃 旁邊有薄身色櫃連電視櫃 到時這張色櫃可以打開門 放上鏡子和化妝用物 另外會給它一個湯板 可以用化妝用 來到下飯店位 首先這邊會做一個板間牆 就是給細房用的 細房到時會買現性傢俬 另外這幅牆會做一個木廊 就是當一個電視背板場用 靠下方的位置會有穿線位 去到這個多功能的色櫃 下面這一部分 我們拿出廳這個位置 就會當作電視櫃用的 在廚房這幅牆靠客廳的位置 我們在客廳那邊 就會做一組神櫃 到時它就會中間撈空 讓有些光可以甚至進入 我身後這一個 就會造成一個曲尺櫃 這一邊就會放雪櫃的位置 我身後就是一個煮石爐的位置 到時就會裝上吊櫃 可以有拍照演機 另外這一邊靠窗台 可以做一個曲尺櫃 那邊就會放洗衣機 有升盤 還有會有些櫃筒 讓我放一些日常用品 可以用得到 這次跟大家看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按LIKE SHARE 和留言給我們 我們的作品都會放在下面領導 如果有影片就可以給大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